咱们又见面了,蓝友们大家好,我是爱蓝说威子,首先提醒大家一下,今天的视频可能在视觉上会给大家带来不适的感觉,因为今天要讲兰花的虫害。 前几期咱们一起了解了兰花的病害,病害对兰花的危害,蓝友们都是生物痛绝,但是还有一种危害是兰花病害的诱因,甚至也会让兰花一命呜呼,那就是兰花的虫害。 那么,咱今天就来说说兰花的虫害和如何防御虫害并治理虫害。 一,先说最常见的戒壳虫。戒壳虫又称蓝狮,是兰花常见的虫害之一,主要危害叶片、叶翘、甲林精。 染虫初期,附在叶背和甲林精上,繁殖很快,它利用丝状嘴刺吸叶片之叶,在叶面留下淡黄色痕迹,如虫体密度大,则叶片生长衰弱,湿绿而枯黄, 甚至全株死亡。盆栽兰花为了防治戒壳虫,保持蓝盆通风外应保持植株叶片和植料的甘蔬,多晒太阳。 蓝盆的摆放的健离尤为重要。 危害兰花的戒壳虫种类很多,戒壳虫鼠因失类的顽固虫,多生长于阳光照射不到的叶片浓密而湿度大的地方,粘在叶片面上吸食植物叶。 戒壳虫以老熟幼虫和橙虫为害为主,它们身上都有一层厚厚的蜡壳,药剂很难接触到,四至五月为戒壳虫幼龄虫发生高峰期,也是防治的关键寸期。 此时幼虫年龄小,身上的蜡至少,药剂易接触发生作用。 在发生不普遍时,也可用人工刮除的方法防治,只是刮除易留下痕迹,影响外观,增加了病害细菌的入口。 在此建议用药物防治为最理想。 藤栽兰花如果已经沾上了戒壳虫,必须要用农药时,可选用戒壳鳞。 在用其他农药时,吸叶好药物的分量时后再加上适当的醋,这样效果会更加有效,因醋可以软化戒壳虫的蜡至层,可更加有效杀死戒壳虫。 防重于智,谁都不希望自己种的兰花生病,所以在平时的管理上,要做到至少每月喷雾一次养化乐果或其他药味浓的药物加以预防。 盆栽兰花如何预防戒壳虫一直是兰界比较关注的老大男问题。 一是把好构草防疫官,但凡购买新草一定要仔细检查,绝不可将换有戒壳虫的益草带回家,引起爆发流行,一发不可收拾。 二是通风而疏密有致,给草提供良好,舒适的生长环境,也是良好的预防措施。 三是春,夏季按1比1的比例用可以喷成物状的喷雾设备,将啤酒对水向蓝叶喷雾,每月一次次日再清水洗净蓝叶。 只是喷量达到刚好打湿蓝叶即可,喷雾量切不要过多,实践证明对预防戒壳虫效果良好。 在一片叶子上戒壳虫有很多代,一般最少有三代。 长虫是最难杀灭的,因为它有一层保护壳,幼虫和虫卵如果用药及时而足量,是可以杀灭的。 基本上是戒壳虫,现在农资店大多有专门杀灭戒壳虫的农药,一般有毒死皮、灭戒灵等。 我之前也用过养化乐果、狄杀死、杀灭举止等常规农药,但效果都不是很好。 而且养化乐果的味道极大,不适合家庭养蓝使用。 治理戒壳虫的第一步是要将虫卵和幼虫全部刮除干净。 虫卵一旦离开器主就难成活,而幼虫的活动能力也比较弱,刮除可以起到第一步杀灭作用。 喷药要连喷三次,每隔一天喷一次,不然杀灭效果不明显。 防治戒虫只能靠药物彻底消灭,普通的药物不能打破蜡层,药物也不能深入,这就是为什么戒壳虫不能清洗的原因。 其次,兰花朋友总结了很多药方,我不会在没有测试的情况下而把它们分享给大家。 我用的药有两种,一种是护花神,另一种是小白药。 护花神在放完兰花叶后用水冲淡,喷在植物材料上,70倍数为200倍。 小白药可直接放置在植物材料表面或埋入植物材料中,将一到二克放入内盆。 小白药数缓释药,每浇一次水,药就会慢慢释放出来,然后被兰花吸收并运到叶子上。 戒壳虫吃了以后会死的,小白药是低毒的,家里有小孩慎用,可以用花神代替。 花之神属于生物医药,无毒。 戒虫作为一种常见病,具有顽固性,繁殖块,破坏性强等特点。 春天,我们应该开始控制它,只要在叶子上发现白点,我们就应该仔细观察它是污垢还是戒壳虫。 一旦确认是戒虫,就要用特效药来解决,戒壳虫常顾着寄生,虫体微小,主要靠寄主织条,结穗,果品甚至树干携带而远距离传播。 因此,对苗木、结穗和果品的采购、调孕过程和保护区都应实施简易,以防传播蔓延。 所以,在养殖兰花的过程中要多观察,这样才能及早发现兰花的病虫害,发现越早越容易治疗,当然在我们日常养兰当中最主要的还是预防,俗话说得好防晃未然就是这个道理,好了这个恶心的虫子就说到这里了,希望对大家在防治虫害上有所帮助。 下期咱还是要继续讲另一种恶心的虫子,哈哈,谢谢大家的观看,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,关注我不迷路,欢迎收藏转发,我会不断努力,谢谢,下期见。